又到了這個宵夜時間喔 其實呢今天的宵夜應該會有一點重口味才對 比較沒有那麼清淡的啦 前幾天啊羅卡跟老婆大人回娘家去 那回到娘家呢因為在海邊嘛 所以很容易就會有海鮮出現 這一次出現的海鮮呢是甜蝦 其實說真的啦羅卡對這一些海鮮的東西 不管是魚類呢或蝦子類啊 蝦子好像只認識泰國蝦吧 因為釣蝦的時候會知道它是泰國蝦 其他的東西都不太濃 那老婆大人呢是說想要吃一個蔥爆的鹹蝦 鹹酥的甜蝦 所以呢羅卡就直接來去動手做一下囉 出發 首先呢現在準備一下我們的甜蝦 然後跟一些蒜末 接下來呢是一些大量的蔥 這個是老婆大人最愛 還有黑胡椒跟我們的鹽巴 鍋子裡面呢有一些已經倒入的沙拉油喔 然後呢開始中大火把油煮熱 準備來煮一下囉 蒜末倒進來之後呢 先來把它給稍微炒一下 把那個味道跟香氣呢 帶出來 帶出來之後呢 就會開始有一點點這種蒜油的味道 再把蝦子給倒進去裡面 那蝦子呢其實蠻快就熟的 所以稍微拌一下下 那因為呢油溫算有一點高 然後呢也可以很快的就很熟喔 稍微的拌炒一下之後呢 再把蔥末給加入 繼續拌炒一下 接下來呢就要來加入我們的調味料囉 加入一些我們的粗黑胡椒粒 再加入一些我們的鹽巴 這樣子就完成啦 哇整個完成了 雖然說呢羅卡的廚藝並沒有說到很好 不過呢這裡的味道感覺就是 必須要來一瓶啤酒的感覺了 但是羅卡申請不到這個啤酒的供款怎麼辦 因為呢羅卡平時就比較碗碎一點了 所以呢老婆當然是說不要喝酒 對肝可能會好一點 小心肝小心肝 今天呢要來吃的就是這個蝦的料理 鹹酥蝦的甜蝦 蔥爆甜蝦 反正就是蝦料理 那羅卡呢直接就來試試看看喔 這個甜蝦呢其實它很大小 會比一般的泰國蝦還來得小隻一點 那今天呢就直接用這一點點甜蝦 來當我們的宵夜啦 喔這個剝蝦呢是一件可以讓男人表現體貼的時候 雖然呢羅卡自己剝的蝦都剝的懷過其中啊 不過還是要認真一點 老婆大人 老婆大人吃蝦 啊剛才忘記洗手 第二隻呢才是羅卡自己的好不好 這個時候呢就是要表現一下體貼跟溫柔 還可以嗎 可以喔還可以耶 得到一個勉強OK 這大概就是59分的感覺 現在呢再來剝第二隻蝦 蝦子的本體呢其實算是比較小隻一點的 真的非常的小隻 不過呢吃起來口感應該是還不錯才對 羅卡現在立馬來吃吃看 這種味道呢就是很需要啤酒那種感覺 當然啦未成年不得飲酒好不好 羅卡最近也在不得飲酒的狀態 那這個蝦料泥呢其實只要這樣子的 重口味處理的啊 基本上羅卡感覺呢都還蠻好吃的 而且呢這個因為是還蠻新鮮的 整體吃起來非常的香 因為很小隻 所以呢就會很想讓人家一口接一口 剝蝦呢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了 表現體貼的時候呢就從現在開始 好啦那今天的簡單宵夜蝦料理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羅卡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 這裡如果不用剝蝦的話 應該不用五分鐘就吃完了吧 老婆大人說既然手都剝了 那麼就把它給全部剝完吧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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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